音樂音樂 現在用刷弦來做四連音的切分練習 我們先來設定一個架構 是一個小節有四拍 前面的第一拍、第二拍、第三拍都是一拍彈一下 第四拍做四連音的切分變化 第一個練習是把第四拍的四個時間點都彈滿 所以聽起來是這樣 1 2 3 3 4 1 2 3 4 再來是第四拍改成第一個音不彈 所以第四拍是 嗯 炸炸炸 來囉 1 2 3 4 1 2 3 4 我用C和弦來舉例的話 聽起來是 再來是第四拍改成省略第二個時間點 1 2 3 4 1 2 3 4 1 1 1 2 1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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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再來我要省略第四拍的第1、2個點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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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4 3 4 1 2 3 4 1 2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再來我要省略第4拍的2、3點 1 2 3 4 1 2 3 4 1 2 再來我要省略第4拍的第1點跟第4點 1 2 3 4 1 2 3 4 1 2 第4拍只剩下第1點 1 2 3 4 1 2 3 4 1 2 1 2 3 4 1 2 3 4 1 2 2 3 3 4 1 2 3 4 再來第4拍只剩下第4點 1 2 3 4 1 2 3 4 1 2 3 3 3 4 4 這些練習不只是在第4拍你也可以把這個變化放到其他的拍子放在第二拍、第三拍或第一拍你也可以把這些不同的切分音組合起來變化 實際上有一些例子很不錯,我們會在後面的課程為大家做介紹 補充一下,重點是要把每一種切分音的聲音記起來 也就是你的手還沒有彈 你在腦海中就可以記得這個聲音聽起來是什麼樣子 這一點會非常的重要 將來你在聽別人演奏或者是抓歌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聽覺來幫助你判斷你所聽到的是哪一種切分音 暖幻曆 你成本了